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辅山一名喜爱攀山的男子被发现死在悬崖下 他的中国妻子瑞来成了遗凶 调查这起命案的是警探海俊 纵然有一个在不同城市居住的妻子 但在调查过程中也似乎对这个貌美的嫌疑人动了心 但是后来的搜证都指向自杀为瑞来丈夫的死因 这宗命案的调查也似乎有了了结 但海俊后来却也发现瑞来对丈夫的死也不是想象中的无辜 决定搬到他妻子住的小城市从头开始 事与愿违 瑞来后来也嫁了搬到同一个城市中 他的丈夫被杀 海俊自然地介入调查 瑞来是否和第二任的丈夫的死因有关 大家可还记得导演李安电影《色戒》中和梁朝伟演对手戏的汤维 凭这部新作再和国际观众见面 在分手的决心之中饰演的是一个聪慧的女子 只是选择的结婚伴侣都是错误 诠释出这个角色的多重性格 要观众看着他 猜他是否确实无罪 要是有罪 或许是在生命中的选择上犯错 影片中的核心角色 严谨探海俊的蒲海日 也带着观众跟随他的调查 做出结论 分手的决心是导演蒲赞玉 在六年前下女的诱惑 The Handmaiden之后 再度和美国观众见面的新作 他带有旋逸色彩的影片 剧情转折 人物举动难以猜测 镜头之间的转变特别用心 蒲赞玉在今年的贾纳影展 获得最佳导演 而11月25日的南韩青龙电影奖中 也获得最佳影片 导演 男女主角 编剧和配乐 汤维更是历来首位获得影后的外国人 电影代表南韩角逐奥斯卡 最佳国际电影奖 分手的决心片长近两个半小时 是有些许过长的感觉 但跟随剧中人物 在他们的生活中摸索 也成为一段感人的乐趣 分手的决心 Decision to Live 是一部带浪漫色彩的悬疑片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半 值得强力推荐 电影目前在旧金山的 Landmark Opera和Roxy上映 还有Polo Alto的Landmark Aquarius 将在12月9日开始在串流平台Mubi上映